她的选择 等你来选择男嘉宾 您会选择谁呢 2号 2号女嘉宾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2号女嘉宾 我想找一位 全天倩一对我好的 我一定能对她 100%的好 好 欢迎您 您好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因为男嘉宾说了 他要求女士颜值要高 你不建议男士有这样的要求 是吧 你不觉得这样的人 好像说只注重外表 太浮夸了 太浮于表面了 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 然后他第二个要求是 对方最好是个 有能力的人 对 经济条件好 他原话是这样的 那谁不愿意找 经济条件好的呀 那没有的话没办法 要有的话不更好吗 那就锦上添花 对 这个你会不会觉得这是贪财的一个人 不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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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理解 对 你也想找条件好的 对 两个人的诉求是一样的 是不是 对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一个是美的 一个是健康 都挺重要的 钱不重要 陪伴的爱人 它最重要的 好了 来这边了 男嘉宾 来 用的长相 就有嘴滑舌 快快女士吧 梅情木秀 漂亮白吧 学者风都 像大学教授似的 这又是一个 谢谢夸奖 高知分子 感觉 特别有文化 有内涵 对吧 很有羞养 非常有羞养 有品味 品味都上来了 个头还行 穿高跟鞋就浅了 来吧 这都夸到这儿了 再接着看看 女嘉宾弄短片 19499号 女嘉宾宋女士 71岁 沈阳人 丧偶 退休 孩子已独立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沈阳的宋女士 今年几十岁 我觉得我最大的爱好 就是赚钱 以前开的房产中介 房产中介干得挺好的 凤凤活活的 那几年吧 一天不少卖房子 每个月都能买十多套房子 现在吧 年龄大了 不想干了 中介就给我逮去了 只是啊 跟家网上有时候帮朋友啊 卖一卖房子 住个房子 最近我在卖自己的房子 之前吧 留下几套房子 现在也不想留了 不爱管理了 本想都留个孩子 都不要 让我赶紧的把他卖了 卖了自己零化钱 孩子不想叫我再辛苦了 所以什么都不愿意叫我做 就叫我享受晚点 两个孩子都挺孝顺的 我经常和朋友嘛 出去溜达溜达 听听健康讲座 唱唱歌 我爱好唱歌 我这个印吧 虽和有热情 朋友很多 可是啊 晚上自己回到家 空荡当的房间 感觉有点孤单 朋友再好 终究不是老伴 今天赖到爱的选择 希望能找到一个 陪伴我余生的印 爱的选择 我来了 爱的选择 您来了 你男嘉宾是一个挣钱的好手 是吧 就是到往家花了钱 手下的房子都几套几套的 人都说了 把房子卖了之后 挣点零化钱 如果真的是有人奔你钱去的 你会担心吗 对呀 那这样的扣不住 但是他 那你如果持续保持自己有钱的话 他会持续跟你在一起 可以吗 那也不行 不喜欢这样的 那刚才男嘉宾说了 现在条件好 那不是奔钱去的吗 不是奔钱和条件好 是两个概念 就是条件好 是你的基本生活条件好 并不是你手里有多少钱 我只看钱不看人 对 那就会有爱了 所以男嘉宾你的意思 那样的婚姻靠不住的 你的意思是奔啥去 人呢 就是奔人去的 如果条件好的话 算锦上添花 你家宾的条件怎么样 挺好 非常好 就是在条件这方面 已经过关了 那条件是不合条 退休的一些 谁合不没合条件 没合这条件 反正那基本条件要好 没关系